VM via Fusion Pro这款虚拟机软件 现在针对个人使用者免费了 那这期视频就跟大家演示 怎么使用这款虚拟机软件 在苹果M芯片的Mac上 安装Windows 11 ARM的操作系统 关于Fusion Pro个人免费版软件的下载和安装 可以看我之前的那些视频 那现在Fusion Pro这款软件 我已经成功安装并且打开了 这个安装来源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先提前下载好 Windows的安装镜像 然后把它拖拽到这个窗口位置 然后点继续就可以安装了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需要下载 直接点中间这个从微软的服务器获取Windows 然后只要点继续 然后就开始下载这个Windows镜像 然后继续安装 这两种方式稍微有一些不同 那我先说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下载Windows的镜像 然后安装 下载Windows 11镜像 我推荐这个网站 因为它下载下来的镜像比较干净 我们点Windows 11 在下面找到Arm64这个版本 然后点后面的下载链接 然后用你自己习惯的一个下载器 去下载就行了 我现在是已经下载好了 Windows 11的Arm版 我就可以直接拖拽到这个窗口 然后点继续 点继续 这个地方我们点生成一个密码密钥 这个密码我们不需要记住 因为这个地方勾选的话 它会自动保存到Mac的 耀石串的管理里面 我们只要点继续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安装的 虚拟机的一些信息 这个我们之后都可以再改 直接点完成 这是我们虚拟机保存的位置 然后点存储 我们现在点开始 然后把光标出发进去 然后按任意键盘上的任意键 就可以进入Windows 11的安装步骤 好 这就是Windows 11的安装程序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 我们点下一页 然后点现在安装 我们选择专业版 下一页 这个地方我建议选择 仅安装Windows 然后选择这个硬盘就一个 我们就直接点下一页 接下来就是等待复制和安装的过程 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现在应该已经是安装好Windows 11了 但是我们要进行一些设置 这些都可以直接下一步或者跳过 在这个地方会遇到 没有连接网络的问题 我在这个地方卡了好久 我也尝试过在这个地方 修改网络设备器的模式 连接模式 然后重启都不行 最后我的解决方案就是 给它连网线 我是用一个带网线口的拓展坞 连接到这台Mac上 然后选择连到Windows上 这样的话它就会识别到 以太网线就是网线连接 现在显示未连接 稍等一下就会识别出来 现在已经连上网了 这个下一步可以点击了 现在在这个虚拟机的窗口上面 这一排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这个虚拟机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网络状态 还有硬盘 还有声音声卡 而且在设置里面 我可以后期去修改 比如说这个虚拟机的处理器 核心术内存 还有硬盘的大小 但这些都必须把这个虚拟机 关机之后再修改 虚拟机的关机和开机 可以在菜单栏选择挂起重启关机 这些地方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修改 或者设置 刚刚又重启了一次 现在是进入Windows11的欢迎界面 让我们给这个电脑命名 然后下一个 这个地方选择针对个人使用 然后它需要你登录微软的账号 用的账号登录一下 微软账号我设置了免密码登录就比较方便 可以全部取消 根据你的情况来 我这个地方就全部取消吧 两点接受 这些我跳过 你好 好 现在我们进入Windows11的 案板的这个虚拟机系统了 但是这个分辨率好像有一点不太正常 显示器分辨率这里不能修改 按照我的经验来说 应该是缺少一些显卡驱动 那我现在尝试在虚拟机这里 有一个安装工具 然后我们点运行 是 这个可能是包含一些相关的驱动的程序啊 可能也帮我们获得一个更完整的Windows11 现在这个软件就在帮我们安装一些Windows11所需要的驱动程序 啊对 你看现在它的分辨率明显就就高了很多 重启一下 这个显示分辨率看起来舒服多了 这个地方就可以修改这个显示的分辨率 比如可以修改成4K的 这样它显示窗口会更大更清晰 然后这个虚拟机的窗口我们也可以给它全屏去显示 好了这就是通过VMware Vision Pro版的个人使用免费版 安装Windows11 Arm的教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